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偉恩 我們人現在來到的是京都的宇治 很酷吧 然後我還沒有決定這一集要拍什麼 但反正我們現在中午12點多左右 來到宇治先去車站對面兩分鐘的 中村騰騎抽號碼牌 我們從車站出來走南口 先去中村騰騎看看吧 中村騰騎 這邊有繁體中文 確認 我們要等108分鐘 我們剛剛抽完號碼牌要排多久 108分鐘 好 那根據我事前所撰寫的超級精細的行程表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要去平等院 對 然後 還有 讓我看一下小超 前面有一根柱子不要撞到 小超 小超 就是找比較久一點 平等院表餐到平等院鳳凰堂 然後那邊有一個星巴卡 但沒有要喝 對沒有要喝啊 看一下 然後宇治川 然後還有一個神聖 沒有我們是說可以喝一杯咖啡 然後回中村騰騎再喝抹茶 來 合理 好 那來看看吧 因為我滿飽的 好 那我們現在在走的這一條 它算是 就是宇治這邊最主要的大條的商店街 這邊大概應該理論上是有兩條 一條就是這個大條的商店街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去走的 有一條叫做 平等院表餐到的商店街 所以顧名思義它就是前往平等院路上的一條 然後表餐到啦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旅行算是滿好笑的 因為我們是早上從東京過來 京都的宇治 然後來喝下午茶 所以可以說是 京都宇治的半日遊下午茶 因為我們晚上要去大阪 要回大阪 對 住在大阪 然後隔天要去環球影城 GO GO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一定要在宇治 我就來宇治喝抹茶 沒有你要說為什麼一定要來中村藤子 為什麼 喔 因為在很多年前 大概約我七八年前的時候呢 然後我們就來了大阪京都 玩了八天 但那八天當中有五天我都在生病感冒 然後那時候就在京都車站的中村藤子排隊 然後但是因為我太想吐喉嚨太痛了 所以就沒有排到 這是我人生的遺憾 所以我想說我這次來一定要吃到中村藤子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一次的經驗非常難忘 就是然後一直在躺在飯店裡面 然後日本又很乾 然後我每天晚上都在咳嗽 好 就這樣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平等院的門口囉 然後要先去買票啦 平等院 好平等院這邊的票呢 一張是六百塊 然後可以在庭院裡面參觀 但是如果你要去鳳凰堂的話 要另外三百塊 而且我記得是要預約時段的喔 這邊就是那個鳳凰堂 如果要進去的話 要額外買票 而且要預約時段 然後我們下來的話 就是會繞著這個庭院的外側去拍照 平等院鳳凰堂這邊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它是世界遺產 那光是宇治這邊呢 就有兩個世界遺產 一個是宇治上神社 一個是平等院的鳳凰堂 那他們都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就是在平安時代就有的建築 而且平等院的鳳凰堂 它本身也是日本的十元硬幣上面 所有的浮雕的建築物喔 大家看到現在裡面那些參觀的人 就是有額外付錢 然後預約時段進去了 看到這個嗎 鳳凰堂 在後面 我要這樣拉掉 肚子有點餓 肚子好 要去中春藤級了嗎 看一下還有多久 中春藤級又沒有鹹食 抱歉抱歉要吃鹹的 現在要吃鹹的啦 我們頭中島 你沒看到鯉頭恰牙的 來 準備要塞 抹茶 等一下就要中春藤級了 你還有宇治抹茶 喔要買中春藤級的喔 喔你說你要買茶喔 我們現在在逛宇治的評論院表餐大喔 想要買一些企業啊 好啊買啊 那你根本一直對我發呼 沒有啊 有 那你要去上次我買的那家煎餅店嗎 可以看看 好 但沒有一定 好吧 這邊有賣抹茶餃子跟抹茶拉麵 但是因為太可怕了所以我沒有要吃 好 這家伊藤酒釉味們 好像宇治這邊也還蠻多家 進去逛逛 在那個表灘道這邊呢 還有一個中春藤級的平等院店 大家如果不想要排到本店那麼久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看看 你剛剛買了什麼 摩擦Cappuccino 想說回去當個伴手禮 在那個伊藤衛門買的吧 對 裡面就有五包這樣子 很方便 How much 500塊日幣未睡 這一條是宇治喬通商店結 中春藤級本店都在這 然後它走到底的這個交叉路口 跟神社的這個左手邊就是平等院表參道 好 然後往剛剛的反方向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宇治川 也是宇治這邊蠻重要的一個鑽景點啦 沿著宇治川的沿岸都有蠻多東西的 好 怎麼樣有來到陽明山的感覺嗎 陽明 Mountain 有日式庭園的那個 星巴克 好 我們剛剛瞎忙 不是瞎忙 就是 瞎逛 看完平等院 逛完表餐到 喝完Starbucks之後呢 接下來要去老婆心心念念的 中春藤級囉 這邊用QR靠點插暗就可以囉 這個是 算是店家膠帶的監察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大概要怎麼泡 英文 在裡面的料表呢 很豐富 然後呢 茶很濃郁 奶油很香之外呢 它裡面還有一些顆粒的 脆脆的口感 然後還有莓果的酸味 去Balance那個甜 所以整體吃起來就是 味道層次很多之外呢 就不會覺得很膩 然後摩擦也非常的香 沒有什麼苦澀的味道 我們現在是下午4點 我們的 雨滯快閃之旅到此結束 我們現在回車站坐車 然後到回大阪 好 我們現在來到西九條站囉 好 好 我們今天住的飯店呢 就在西九條站 走路兩分鐘的地方 我們到飯店囉 今天訂的是西九條的一個什麼 神秘的飯店 然後它一進門玄關左邊 就是雨絲 算是偏小但正常的 可接受 雖然以大阪來說 好像稍微小了一點 進房間之後 我們這個神秘的邊間 它不是很方正啦 但是大小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它這邊還有一個 算就是座椅加桌子的空間 然後它比較有一點點像 Service Apartment 但不全然是啦 你看它這邊冰箱 然後小小的廚房 微波爐什麼的 對啊 雖然應該沒有人回到這裡 吃飯就是 然後床鋪就是這樣 床 我們剛剛在飯店休息了一下 然後呢 現在 要從西九條做車到大阪去吃飯囉 好我們現在 在大阪站的對面 有一個 每一天什麼板繩電車 然後要再去找餐廳囉 你有沒有覺得這裡好像比東京還複雜 嗯 有蠻複雜的 如果光看Google Maps的話 你應該會在那個地鐵裡面打迷路 對 所以我們剛剛的戰略就是 先走到馬路上 對 然後Google Maps才可以生效這樣 對 然後對我來說應該算是第一次來大阪 對 反正你每次旅遊都是全新的旅遊 所以也沒差嘛 現在是11月的初 然後我們發現大阪車站 這個玉堂金這邊啊 已經有Illumination ここめちゃ綺麗 ここめちゃ綺麗啊 ここめちゃ綺麗啊 你看漂亮 漂亮 漂亮 好 因為我們要去的那個 無動棒 不是說它很棒喔 是那家店叫無動棒 開到8點 然後現在快到7點半 所以我們想說 去碰碰運氣看吃不吃得到 點餐囉 這家店 這一夜是熱的 熱的 冷的 好 就這樣 這是Ossume的 然後 這邊的名物是那個 Champong 就是牆棒麵 牆棒麵的烏龍版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感想 好了 那個烏龍麵啊 真的是 我覺得還蠻有吃的 它一入口沒有到非常驚豔 然後我點的那個是 嗆棚無動 就是長崎牆棒麵 湯頭的烏龍麵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湯頭很鮮甜 就是有勾芡的味道 還有一點點胡椒 然後海鮮跟蔬菜的甜 算是那種很平淡 可是你會 越吃越覺得那種食材的味道 還蠻過癮的 然後烏龍麵 就還蠻Q的嘛 所以就整個吃起來吃到 就覺得好爽 換我囉 對 我點的是天婦羅的無動 然後是冷的 我點冷的這樣子 因為其實那個店裡面蠻熱的 超冷的 所以我想說我去點冷的 然後它的天婦羅其實很好吃 它其中有一個是 不知道是魚板還是烏龍 炸的就很好吃 因為我不太吃魚板的人 它很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麵很Q 然後湯頭也蠻鮮的 但其實要不是什麼湯頭 就是醬油 哈哈哈哈 那我把它當湯來喝 對 所以推薦大家這個 就在大阪 離大阪車站走路 五六分鐘左右的烏龍麵啦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 大阪車站的 A-Ki-Marche這家店 也是2022的那個 麵包白米店 我們要來買明天的早餐 你覺得我要吃什麼 明天早上要吃什麼 因為明天要去環球銀城 然後要坐哈利波特 上一次才有嘔吐 乾嘔啦 乾嘔 所以你就吃一些不要太重太油膩的 對 這樣你粉絲都知道我是乾嘔人 不要再講 蛤 不要再講 沒有辦法耶 廢話就是 乾嘴 那你吃吃 嘻一嘻 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